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拍給收看 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也非常感謝各位長期的加入 因為在這些特別的層面 我們會將一些意猶未進的話題 本人會更加深入與各位討論的 據英倫 香港特區駐倫敦的經貿版 這個間諜疑案非常複雜 案中有案 我們都知道 是導致英國警方 嚴肅處理和注意此事的 就不是因為羅冠聰 和藍丑巴 是被這些英國的特警 這個叫Trigger 是現場追蹤而斷政 而是這個Trigger 現在已經不幸離開人世 迪吉在4月30日那天 就走上去一個叫Monica Kong 鄺民奇的 疑似的香港女子獨居的住宅 那裡去收訴 收訴的過程就極不專業 於是慘遭 鄺民奇小姐就報警 然後警方到場就拘捕了Trigger 在迪吉的手機裡面 就案中有案 就牽扯出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這個袁松彪 還有他的朋友或者是拍檔 這個叫胡蘇惠 叫Peter Peter 韋Sir 就和Trigger是以前的朋友 好了 現在其實 那個多謝香港的兩間 非常專業的傳媒 一間就是雜誌社 另外一間就是香港01 我們第一天已經說過 發生這些事 是牽涉到香港重大的公眾利益的時候 一定要有新聞自由 現在整個立法會可以說說是報廢 因為事態發展至今 如果香港有一個正常的立法會 就應該有立法會議員立刻傳召 香港的起碼是經濟事務局局長 去立法會那裡接受緊急質詢 是不是 你到底旗下的那個經貿辦在倫敦搞什麼 什麼叫做收數 為什麼是被英國蘇格蘭牆和反恐 或者叫情報組織 說經貿處是間諜 為什麼要轉型 這些特區政府要派高官去立法會 在任何正常的民主社會 如果你真的有三權分立 不是說走出來開記者會 而是先去立法會在那裡解話 不是說整張新聞封公布出來 或新聞稿出來說不與評論 你這樣的回應 是被國際的投資者看到 已經是一個陷入的黑箱的管治 就跟他看到你是說 但是因為工資也沒有關係 和你覺得自己的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問題的關係 就是你要是幫助 或者是把問題 可以跟他肯定 的關係 就是什麼關係 你跟他肯定 如果你去看 還有現在還幸運香港有公司註冊處的資料 相信很快公司註冊處就會奉命做事的了 就會將一些大陸來香港開辦的公司的資料屏蔽 因為為什麼 涉及國家安全 是不是 因為現在這宗案中案 這個叫擴民期 被指涉及的這間公司 叫做GlobalTWT 還有一間叫永茵投資公司 這個Monica Kwon 最初被指夾了億多 再加上價值兩千多萬的房地產 是一個人去了英國 然後導致GlobalTWT 那個老闆 一個叫做周恬恬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子 然後僱用一個叫做卓sir的一個退休的香港警方 而這個卓榮也來到英國 和他的舊時的老友 叫做袁從彪 一齊夾手 然後一齊上門 才聘用到Tricket 上門去收訴 結果不幸蒙爛 所以現在的傳媒 香港起碼傳媒的焦點 是去到Monica Kwon 的身上 這個神秘女子到底是何人 為何她要走路 為何要牽連到經貿辦 與經貿辦又有何關係 還是根本只是一場秘魯的 Moonlighting 的工程 那鮑先生 你怎麼看呢 因為案情複雜 牽涉的人物 公司更多 我嘗試盡量解讀 因為根據《雜誌社》和《香港01》的報導 這裏案件分為兩件事 現在新發現的一件事 就是發現被追訴的Monica Kwon 即是抗民旗 原來牽涉一宗追訴案 這宗追訴案就是來自香港的註冊公司 兩間的投資公司 以及這些牽涉房地產的公司 那麼金額欠就過億 都不要緊 其實這部份 我們已經講過了 香港一向都是白手套 很多家族辦公室成立 以及裏面這個金主 還有一些慈善的公司項目 如果你將這些家族投資 慈善 來自中國大陸的金主 再加上他持有香港身份證 常居海外 你將這幾點合在一起 熟口熟臉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其實真正的身份 無論是你認為中間牽涉到疑似的洗錢 或者用慈善機構的名義來包裝 或者中間還有牽涉一些資金 調去海外 這些部份 我們不討論 這些香港究竟是犯法還是不犯法 這些自機自有有關的部門處理 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一宗這樣的追訴案 為什麼會牽涉到倫敦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而都不要緊 可能他真的 我退了萬步說 他真的幫朋友去聯絡 究竟有沒有私家偵探或者特工可以幫他追訴 但是為什麼一月根據雜誌社他們的報道 有一條數是由倫敦經貿辦去找給這個Mathieu Chiquette 這個前線去追錢的人 這件事就是大件事 因為中間牽涉到的原來是香港特區政府官方的機構 倫敦經貿辦 這個經貿辦也都牽涉到去監控海外的這些被通緝人士 這一點連葉劉淑儀都已經公開間接證實了 於是乎這兩件事一夾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裡面其實會不會在這個原從標裡面 他安插這個行政經理的身份 在這個倫敦經貿辦其實是別有任務的 這個任務除了監控之外 會不會還牽涉到官方或者有關人士的一些金錢瓜葛呢 這部分就是我們經常說水痕深 現在雜誌社和香港01進一步的報導之後 這些相關的投資公司 剛才你說的鄺田田 這位金主 和周田田 周田田 英文叫Tina Zou Zhou 不是Chow C-H-O-W 我們第一天已經說這是大陸女子 而且周田田親自現身倫敦 是到場監督拍攝 是吧 所以不簡單的 和卓榮一起 所以繼續 還有另一條數 就是卓榮再付錢 Peter Wight 就是死了的Matthew的上線 那就是說 兩件事兩條數 其實是為一件事 倫敦經貿辦找數給Matthew 和卓榮找數給Peter Wight 都是為同一件事 那你告訴我 其實究竟倫敦經貿辦 除了監控之外 究竟他在做這件什麼工作呢 這些其實立法會議員 一片鴉著無聲 真的 他的工作其實是要監控政府 監測政府 和提出問題的 但是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現在到現時為止 是的 現在根據香港這些 有心傳媒的揭曝 裡面這個叫Monica Korn 她後面的債主 就是這個叫Tina Joe 周甜甜 是吧 周甜甜 是擁有一間叫永茵投資公司 這間投資公司的單一股東 就是上海澳濟委員投資中心 而抗民期在2023年8月 仍然是這間公司的董事 到了今年4月 公司委任周甜甜做董事 所以周甜甜也是幕前的一個代理人 她的英文名叫Tina Joe 持有香港身份證 當然 沒錯 每天150個 或者精英專才高材 那些 接著周甜甜 香港厲害了 長袖善武 有六間公司註冊 包括2018年成立的TWT Global Limited 另外2019年成立的 香港橋外慈善基金會主席 又是慈善 又是慈善 和這個杜拜王子 成立了教育辦公室 裡面也有慈善 和馬會的50億慈善基金也是同一性質 他成立了橋外慈善基金會 根據北京 和北京連線 做一個叫北京橋外慈善基金會 是在一起的 好了 他的創始人及榮月董事 這個鬼腳說回到他 又是這個田田 是周甜甜般簡單 一叫做田田 你也知道前有小田田 後有周甜甜 都是非常不簡單的商業領強 好了 好了 這個香港喬愛就聲稱關注香港基層民眾心理健康 曾經在2019年5月 捐贈60萬元給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 開始關注所謂的單親母親項目 香港記者還可以找誰呢 就是找香港大學社公系來問 你2019年5月接受過Athena Jo這間公司的捐贈60萬元 當你接受了捐贈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過背景審查 你和Athena Jo這位女士的關係密密切 因為香港大學是不能夠接受來歷不明的捐贈的 如果這些捐贈是涉及Mark Simon 或者什麼海外什麼顏色革命的資金 香港大學是很危險的 所以如果立法會有一個正常的 傳召完官員就應該傳召了香港大學的社工系 為什麼捐贈給社工系呢 我們幾集都說到 社工系在2019年和2020年之間 社工這個行業 是成為特區政府密切留意或者眼中釘的一群人 好 這樣及時有60萬元 這些就是我們看的 表面的正攻和將拼圖放在一起 好 現在就是 他在香港註冊的永蔭和TWT Global 這就是關鍵了 他的登記地址是灣仔一間月級的商業大廈 去到時是沒有人落閘的 也是這樣的 是吧 門口大量信件的 這些就是為什麼他 一間這樣的雞棚 或者疑似雞棚 是可以給一個叫Monica Kwon 捐贈一億多酒去英國的呢 這個就是值得 香港的傳媒為了香港公眾利益 繼續發掘的話題 是嗎 豪先生 我再補充多一點點 根據雜誌社的報導 他再追查下去 他發現他牽涉那個金主 就是那個周恬恬 他有份的永蔭投資的公司 他是一個 股東的控制人 就是一個大老闆叫黃玉珠 是他媽媽來的 這個黃玉珠更厲害 在中國大陸控制17間公司 任職哈爾濱市道外區的環保局 裏面有牽涉基金投資房地產開發 喬愛基金 就是中國大陸的那個裏面 那現在呢 不說那麼多細節 我嘗試化繁為簡 就是除了這個Matthew Trigg之死 我們牽涉到英國的這個警方 有沒有跟他剪判 另一方面就是香港的駐倫敦的經貿辦 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拼用過他 以及如果他真的爆料的時候 會不會牽涉到呢 我們初期以為只是有兩個parties 牽涉到利益衝突或者其中 但是現在根據這兩間媒體的報導 牽涉到第三個parties 這個第三個parties 就是追溯那個周恬恬 及其母親黃玉珠 中港的這些公司的投資 牽涉到上億的資金 那麼現在的水不止深了 亦都是闊了 就是說呢 第三個parties 會不會他們擔心到 Matthew Trigg如果一爆料 而這個追溯的過程 和牽涉到為什麼要追溯 這億多的錢是什麼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公司 可以被一個董事 夾了億多過來英國 而其實他們追溯的過程 這條數 你也知道英國對於反恐 那個洗錢 那個監控很嚴重的 追溯那個來源的 這億多 除了你要去追溯這條數以外 他們會問你這億多是怎麼來的 這億多會不會牽涉到香港和中國之間的 這些非法的資金的流動 和相關的橋外慈善的公司裏面 為什麼會牽涉其中 這些全部都是問題 我只是問題而已 所以Matthew Trigg之死 可能和這條數有關 我們經常說follow the money 當那些錢去到一個level的時候 是要死人的 不可以開玩笑的 我們看到陳松青的案子也是 當時你在馬拉派不是派了一個銀行派了一個人來查數嗎 是馬拉派的 會計師就是五花大榜 那條絲會見在那個 黎芝林裡面發現了 你現在由這個叫Tina Jo 和Monica Kong 之前的僱傭關係 或者Monica Kong 也是非常大權的人 不只是僱傭 是夾了一億多錢 而這個Tina Jo的媽媽 叫黃玉珠出生於哈爾濱 亦經營哈爾濱的房地產 你要知道 說到哈爾濱的房地產是非常猛鬼的 不久之前帶來一間叫中籍集團 是不是 是被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政府一眼鋪起 這個中籍集團的老闆叫做解席昆 解席昆就是神秘死亡 他出生於哈爾濱 做地下商場發達 然後他的弟弟還跑來英國 買了一隊足球隊 所以說你不要小看哈爾濱 普京這次離開北京都是去哈爾濱 哈軍工 軍事工業大學發表演講 那裡是所謂的二炮 即是導彈的研製基地 這件事就北由哈爾濱 就下至GlobalT WT 到澳洲 都是澳洲那裡涉及房地產 然後打橫射過來 就到倫敦 就由一個Monica Coin BNO的女子 捲了億多 還有兩千多萬個房地產 過了來英國 這隻大三角 由哈爾濱至雪尼 由雪尼射回去倫敦 哇 你說真的非常壯觀 現在裡面死就是死第一個人 會不會還有其他人呢 就不知道 是不是 現在就牽涉到英國政府 你說那億多 是怎樣可以打倒 運到進去英國 還有兩千多萬個房地產 那他肯定是跑到英國 要不然需要派一個場名去追溯 是怎樣經過香港英國的銀監會 是用什麼名義 打進去英國什麼公司的賬戶 還有那億多有沒有經過英國的民監會 去搜查有沒有money laundering的成份 明顯是英國的檢查當局覺得滿意 如果不是就不會讓你的億多放進來 是不是 好了 因為是這樣 英港兩地近日關係完全破裂 本來你一切可以隨個法例途徑去解決 在殖民地時代 你的民事案也好 刑事也好 你就通緝Monica Coin 應該通緝那個未必是攬炒巴 還有羅冠聰 反而通緝的應該是抗民旗 是不是 現在你果樹 兩方之間就沒得引渡 於是派人用這種強力的手法追債 誰知道強力的手法追債就太厲害了 而且強力部門 被揭發是經貿辦 哇 那些鬼腳都畫到 真是那些這樣的線 主線之線是畫到滿天神佛了 是不是 這些就是英國的報紙 他們的偵查報道 狗仔隊也好 應該就會承接了這個波 是繼續深入調查 是不是 我打個譬喻 或者大家都知道 近十年八載 很多中國的貪官污吏 或者一些富商都夾了很多錢 離開了中國 去到歐美的地方 不只是英國的 還會包括加拿大 特別是加拿大 所以很多這些追債的錢 無論是黑錢還是白錢 都是中國大陸近十年八載 其中一個海外任務 無論是官方的 或者非官方的 那為什麼你不從這個官方的途徑 就像陶生你所說 如果那些錢是非法的 那你就從這個正常的官方的途徑去追究 為什麼不走這條路 要走一些地下的方法 或者找一些民間人士去追債呢 其實很簡單解釋 因為那些錢的來源不能夠公開曝光 因為當如果你將這件事擺上陽光之下 從官方的途徑去追債 別人除了問那些錢為什麼會夾走之後 就會問這些錢是從何而來的 上億計或者十億計的資金 為什麼會在中國大陸 你怎麼賺回來的 你不可以說這些是阿爺剩下的 你有公司你就要交一條數目出來 如果你是出糧的 投資的你也都要把所有的文件交出來 其實最簡單就是相關人士 就是追人錢的那個 他都不能夠將這些東西曝光 所以他才用其他的方法 去僱用別人去海外去追債那些錢 那貪官污吏那些錢更加不好說了 這部分更加敏感 因為中國大陸不能夠承認 一個地方的官吏或者是普通的一個村代表 可以貪上億計的錢 他覺得這件事根本是國恥 你怎麼可以放上國際上去追債呢 所以無論什麼原因 你很明顯看到這次 這個周田田這個公司 及其背後代表其他的金主 他正在追債這個 曠文奇的上億計的錢 就是牽涉到一些 不是很能夠公開的這些來源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都是回到原點了 就是為什麼牽涉到ETO 倫敦的駐經貿辦 裡面的行政經理牽涉其中 而還要用他被ETO的名義 開錢給這個Maffel Chikert 去做這件事呢 兩者一撞起來 就令人更加覺得匪夷所思 和中間會不會牽涉到官方的參與其中 現在俗正是清晰的 輪廓就是迪吉向英國警方表示 他現在就被兩件事混合了 就是想去抗民旗那裡追債 和他以往大半年至少 就是踩線追蹤和監察羅冠聰等人 可能就是英國反恐或者情報機關 拍台拍檔 你不要以為你只是上門追債這麼簡單 你的上線或者你的僱主 是牽涉到觸犯了英國國家安全法 那你現在和他有一個僱傭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是會定罪的 所以這個迪吉不是說要自殺 如果你一保釋就會自殺 這個是不通的 在邏輯上 法官又批准他保釋 即是法官說我送你一程去黃泉路 這個法官和這個保釋的決定 都很值得去審視的 好了 現在就是香港特區那方面 我們看看那個反應 特首李家超就說 任何對特區政府無理指控都不能接受 沒錯了 當然無理指控都不能接受 但是經貿版這條數出給迪吉 上門追訴這個行動都不能接受 又說駐英版日常工作 是要和當地不同人士溝通 是不是包括找迪吉去拍門 在門口灌水這種溝通的方式呢 然後呢 特區政府已經要求駐港英國總領事 提供事件詳情 這個問題是問得很QK 我想相信英國警方都很想特區政府 經濟事務局提供進一步的詳情 所以這些要求提供詳情 就不是單方面的 應該是商情路 要求英國政府公正處理 這個我們說過了 我們相信英國政府拘捕了那三個人 不會對他們嚴刑敲打 用這個叫電棒電擊生殖器 是不是 也都對他們非常的寬大 明明觸犯了國安法 還可以保釋 是不是 比起香港特區 小小這樣的事情 沒有牽涉到什麼間諜 只不過是初選 是扣押了三年 英國政府非常公正 是modern 公正 好了 現在 阿爺 香港特區政府阿爺 就升級 就說 指英國是偏造借口 無理指責 無理指責 香港特區政府 打著司法和國家安全機構 任意對在英中國公民進行騷擾 這個指控是非常之嚴重的 就是 針對於英國政府 說你偏造借口 就是說 中國認為 你現在承擔經貿板 被指為 找迪吉上門收訴 還有灌水 還有抗民期 還有這些公司後面的這些資料 全部是作出來的 是謊言 是不是 但是這個借口 就很不幸 是經過香港01 由于品凱銘而擁有的親中愛國 這間傳媒和香港雜誌社 找到 是不是 是事實 不是一個借口 因為Monica Kwon 是一個活生生的香港BNO的女人 不是一個AI 是拼造出來的 是一個虛擬的人物 所以相信 英國政府和警方 在當初拘捕的11人裏面 就應該包括這位抗民期 是吧 這個迪吉上門灌水 收不到數而已 蘇格蘭牆和軍情誤處的探員上去 就應該一定 是找得到這個抗民期出來 是吧 這個中國駐英大使館的聲明 很有趣 除了剛才你所述及的內容之外 它說 指英國的打著司法和國家安全的旗號 任意對在英中國公民進行騷擾 逮捕和拘留 在英中國公民 Matthew Triggert是在英的中國公民嗎 他是英國人 好了 他的上少Peter White 都不是中國公民 是英國人 是 是 還有 袁松彪 他是擁有英籍的 聽說他的家人也是在英國的 是 這三個人被告 都不是在英中國公民 那是否大使館裡指的人 是別有其人呢 而不是這三位呢 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 種種的疑團 是有待進一步去解釋 但是相信大家不用怕 是不是 接下來 庭審 一直是會安排的了 現在兩條線 香港的國安法 審訊現在也到了如火如荼的階段 而英國這一宗 鋪出來相當 是引人入勝的 而且呢 那個 情節之奇幻 一定會比香港那兩三宗 是更加波蘭壯闊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風雲谷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多謝大家 請記得訂閱和like 和按上面的通知鐘仔 拜拜 這個網絡世界呢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符陷世界這個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驕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 是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 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 在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呢 是不是覺得和 某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 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 查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什麼 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的 連林作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奇惡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 這個叫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 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世良 跟著劉世良 跟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 我不會的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 我相信 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製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哥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對風雲 一陣子 一陣子 一陣子